亲戚以为女人在国外赚了大钱来投奔 谁知她却在巴黎街头站街 弟弟更是瞒着她 将妻子丹丹也送了过来 可五百欧元的工资却让人失望 于是丽娜就劝她回国 百般无奈之下 丽娜找美姐帮忙劝她 可看着态度坚决的丹丹 丽娜决定向她坦白 丹丹听完感觉受到了欺骗 哭着埋怨丽娜不跟她说清楚 丽娜再也憋不住了 我压根都不知道你会来啊 你哪说来就来了呢 我压根没想过你会离开洞梅 会离开家的真的 怎么样你跟我说明媚啊 跟你说啥 说我寄回家的钱都是占结证的 你想多知道吗 你是疯啊还是傻啊 可如今走到了这个地步 丹丹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面对视频那头丈夫的阴阴期盼 丹丹只觉得绝望 于是她也学着丽娜的样子 加入了他们这一行 可没几天丹丹就崩溃了 躲在房间里不停地哭闹 丽娜担心她会做傻事 就准备和她一起回国 路上两人约定好谁也不准说 就把这事烂在肚子里头 回到国内后 丈夫们高兴地来接她俩 丹丹的丈夫有些失落 可也怪自己莽撞没问清楚 什么咱赶上了呢 我都琢磨了 不行咱就把房子卖去南方打工 还能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丽娜的丈夫却非常高兴 因为有了妻子的辛苦付出 他们积攒下了一份庞大的家业 对她来说丽娜就是骄傲 随后两人忙着装修店铺 可丽娜的心里却越来越不安 因为她已经半个月联系不上丹丹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从不沾酒的丈夫醉倒在店铺里 最让丽娜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咋了 你别给我装了 我这鸡脚骨就被戳爆了 这媳妇都卖到国外去了 还舔着脸跟着美的 你别他妈瞎说了 行别说了 啥呀这行啥呀 你给我滚 滚 丈夫自从那天走了以后 就再也没了踪影 丽娜冲到丹丹家 这才知道两人天天吵架 丈夫在外人面前说没关系 回家后却夸丽娜勤快能赚钱 嫌弃丹丹娇贵吃不了苦 气急的丹丹就把秘密说了出来 可她不但毁了自己的家庭 也让丽娜几年的努力变成了笑话 可日子总要过下去 毕竟自己还有儿子要养 丽娜抹干净眼泪 她咬着牙独自装修店铺 终于有一天 她有了丈夫的消息 随后她带着儿子坐长途火车 一路漫长的奔波过后 这才来到了潮湿的地下出租屋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 丈夫终于意识到这年头前有多难挣 她不再对丽娜冷言相对 当丽娜给她做饭时 她默默递过来一把大蒜 也不知道是法国的事算了 还是他们俩的感情算了